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希望他 软磷子要坚持吃 然后呢 自己呢 多念心经 而且呢 不该记的东西不要去记 不要去损害无畏的脑细胞 听得懂吗 嗯 为什么呢 有些人呢 就是想的太多 想的太多就把你的活活的好的脑细胞都想死 啊 从那到了年纪大的人 为什么叫你们要清心寡欲啊 听得懂吗 清心寡欲就是说 心不要想的太多 阴望不要太多 这个人的脑髓体啊 他会得到不断的充实 如果整天的去想啊 想啊 想啊 想了太多 会把你正常的脑细胞 会想死很多的 所以就是动脑筋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他没有正常的细胞值出来 那么你就会啊 越来越少 如果到了年纪的时候呢 他正常的你用掉多少脑细胞 他会增 增长出很多好的细胞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就好 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 听懂 就相当于啊 小姑娘 就相当于 年轻的时候你用了钱了 你还可以赚嘛 到年纪大的时候你用了钱 你没有赚了 越用越少了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就是肉不敷出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同修啊 现在年纪也比较轻啊 就是可能就三十出头这样子 然后就在年纪的四十有变 那是有问题的 那怎么办 那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你叫他最好 其实像这种问题呢 实际上最好是禅定 但是问题呢 我又怕他禅定出问题 对对对 所以呢 还是不宜禅定 最好的方法叫他坐定 不要禅定 坐在那里 经常脑子不要想 看看菩萨的照片 然后呢 睡眠要好 睡眠一定要保证 因为睡觉的时候会增长脑细胞的 听得懂吗 软离子叫他一天要吃两次了 三次了 不能吃一次了 我感觉他是吃一次 你明白吗 嗯 明白 知道了 就是让他不该想的不要想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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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是这样子的 那软离子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基本上是适合所有的人了 嗯 软离子 大豆软离子非常好 它是增加脑细胞的 脑容量 因为一个人的脑细胞坏死了 他就 他命就没了呀 所以吃软离子是非常好的 还有螺旋枣也不错的 嗯 嗯 螺旋枣是什么 什么功效呢 螺旋枣就是有些人经常吃荤的吃肉的 你去看它全是绿色产品啊 绿色产品就是natural 就是自然的呀 因为我呢 因为师傅吃了几十年的树了嘛 你看看我有一阵子我也是 眼睛啊 视力也不是太好 有时候呢 觉得很疲劳 结果菩萨晚上就跟我讲 叫我吃螺旋枣 螺旋枣 螺旋枣 本来我都不太知道这个东西的 结果后来菩萨叫我吃螺旋枣的呀 就这样的 所以我就赶快告诉你们呀 嗯 吃树的人吃点螺旋枣的话 会对他自己的各种维他命啊 维生素啊都会有补充的 非常好的 谢谢师傅 谢谢大家 самое